大家好,我又来捏土啦 粉丝让我多出点黏土古风人物 这就安排上 今天捏一个叫我大掌柜里的便玉精 用我的风格捏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继续看下去哦 先压出眼睛位置 把棱角磨平 贴上两根眼线 眼球做鼻子 水滴形的耳朵 压出耳窝 画出眼睫毛 短短的眉毛 搓个洞洞做嘴巴 画上装饰点缀 复古增红化腮红 小鼻子和嘴巴也是红红的 裹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 万一用树枝黏土做透视感 开始做袖子了 树枝黏土直接扑上去 捏出褶皱 对褶 裁出袖子形状 贴上袖口 画上衣服图案 贴头翻咯 粘土压出折痕 做红绳装饰 圆柱形切出头发丝形状 扭在一起做发际 贴上刘海小碎发 再加上一些金属首饰 剪出手指 上张 把手放到袖子里 最后再做根笛子 送到娃娃手上 加上笛音 图个复古相框 安装进去 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成品吧 但将一副肖香症 寄予春风问薛汤